这就是我的费务全 这里有者是 我的选迷吐槽道 还真是配合呀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两个人面对面做好 原来是要玩猜猜拳啊 不思川使迷过来当起了裁判 问他们准备好了吗 石头剪刀 然后对决开始了 第一局 乌一郎出的是剪刀 黑死母出的是石头 结果乌一郎的头 被黑死母用棒锤狠狠地敲了一下 看着就很疼啊 第二局 乌一郎出的拳头 而黑死母是不 又输了 看来乌一郎不是黑死母的对手啊 就这样 乌一郎的头被敲了很多下 心疼乌一郎一分钟 满头十包的乌一郎退下阵来 找玄秘说换你吧 遗憾的是 我连猜拳都赢不了 玄秘哆嗦着说 我做不到啊 这时十米上前 攥紧了拳头 撸起袖子来说 到现在 不是你出场的时候 让我来 玄秘喊道 大哥 多亏大哥出场 不然我也得满头十包 封住的实力 明显要比侠住强很多 与黑死母对战了几个回合 也没有输一局 这些两个人 说拳的速度越来越快 都出现了残影 到处都是 剪刀石头布的声音 相比较起来 黑死母更显得从容 而旁边的侠主喊道 好厉害啊 两个人不想上下 而宣秘疑惑的说 我根本就看不清 他们的动作 史密和黑死母 拼了一段时间之后 一个不留神 输了一局 被黑死母一棒锤打在头上 史密直接飞了出去 凶狠的盯着黑死母 捂着头说 比起石头吴一郎那次 还更厉害啊 这个大叔 吴一郎和学密赶紧上检查看 喊着布斯川先生 大哥没事吧 不要紧吧 击败实名的黑死母 显得很轻松 连大气也没喘 说吴一郎还是小孩子嘛 被实名吐槽到 不要突然一副 很温柔的样子 被说成小孩子 吴一郎表示 才不高兴 一声阿弥陀佛 被迷与新鸣 终于赶到了战场 实名 学名 吴一郎三人 感到非常惊讶 终于有人来救场了呀 哦 黑死母明显 感到了眼前这个男人 比较强大 值得自己一战 实名三人也很疑惑 被迷与先生的眼睛看不到 只能玩猜拳吗 被迷与说道 不用担心 如今学会通透世界的我 连他指尖的动作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可以跟他猜猜拳的 三人惊呼 哇哦 原来已经开通了通透世界 清清楚楚的哦 那接下来就是 五眼和六眼之间的对决 黑死母明显占优势啊 就这样 两个人欺占了起来 这一次 两个人真的是势均力敌 猜上了很久 也没猜出胜负 由于用力过猛 被迷丁冰的锤子 突然断掉了 难道就要输了吗 黑死母趁机抡起了大锤 毕生的安全帽 早已破碎成了好几块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炭治郎跟富刚一勇 突然已赶来了 喊道 各位没事吧 我们也来帮忙 微量回头喊道 炭治郎 富刚先生 史密个狠狠地看到 来到这里 就会让事情变麻烦的人 也来了 黑死母突然也停手了 转头望向赶来的炭治郎 六只眼睛 紧盯着他略红的头发 与瞳孔和斑纹 以及那堆耳饰 他干到了自己弟弟的身影 原衣和炭治郎 一样脸上都有斑纹 而且带的是 同样的太阳耳饰 黑死母想起了 自己两兄弟的童年 那时的原衣 找到自己说 哥哥 我想到一种新的锻炼方法 所以想请你陪我一起 小时候的黑死母 疑惑地问道 什么样的方法 原衣指着院里的草帽 和木棒说道 就是那种 小黑死母疑惑地看着 这不是战国版本的猜猜拳吗 就这样 两兄弟在院子里 噼里啪啦地玩起了猜拳 被打得一头爆的黑死母说 好快呀 这确实能做锻炼 但我不懂 这家伙最近在想什么 当然是快了 原衣可是天上 就会通通世界和开半闻的 哥哥肯定不是对手 回到现实中的黑死母想到 那张脸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既赢不了 又无法理解我那位弟弟 他的哥哥一直在嫉妒他 所以不会明白弟弟是如何想的 黑死母接着想 还没赢过他 他就死去了 其实自己变成了鬼 打不过他 等他摔老的时候 也还是打不过 想着想着 黑死母抓狂了 突然抱着头去摔倒在地上 炭治郎看到这个情况 初上前去问道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而富刚勇 看到他赤裸的上身 呆大的说道 给他穿点什么比较好吧 难道师兄是以为他感冒了 雪米吐槽到 赢了就逃避 不可原谅 石米冷静喊道 现在是照顾他的时候吗 正好灭掉 威朗一大喊 用猜拳结局吧 到这时候了 还想着猜拳呢 就这样 黑死母在无限城决战中 被重主和炭治郎雪米给战胜了 虽然过程惊险无比 但是结局还是一样 下面我们来看 纪国兄弟之间的日常 同人小故事 在一个阳光明明的早上 几个两兄弟 在鬼沙队的走廊里突然相遇 看到圆一的严生心里想 一大早就看见圆一的脸 真让人不爽 而圆一想的却是 哥哥今天看起来 也很威风里然呢 兄弟两人都有被弟弟冲醒 和被哥哥讨厌的自觉 结果就是这样 两个人擦肩而过 啥也没说 又是美好的一天呢 而到了晚上 没有出任务的两兄弟 在院子里赏月 喝起了小酒 几个严生端着酒杯 看着月亮若有所思 想了一会儿 和旁边的弟弟圆一 来我们喝一个 哥他看向圆一的时候 圆一已经在那 端着酒杯睡着了 严生吐槽道 什么嘛 睡着了吗 认真地打量起了 熟睡中的圆一 不知道有多久 没有认真地看过 这家伙的睡脸了呢 从以前开始 就只有睡脸 才讨人喜欢呀 说着 严生的脸上 露出了赞扬 和疼爱的表情 看来 哥哥还是很惯心圆一的 不 仔细一看 恶心的让人火大呀 看来嫉妒心还在作怪呀 但继国严生 这个花蜂和小表情 太高笑了 有没有 之后 就是继国严生 变成了鬼 成了黑死木 而继国严一 为了方便出任务 给他做了一个小木箱 咦 这不是造梅兄妹情的翻版 知继国兄弟情吗 原因说到 哥哥 其实是你变小 藏进这个箱子里面 这样白天就能 背着你移动了 黑死木看着这个箱子 嗯 变小吗 变小 是像小孩子那样吗 说完 他搜了一下变小 端进了木箱 可是变小后的黑死木 衣服并没有变小啊 好大一块 还落在箱子的外面 端进箱子的黑死木 表情猛猛的 他的刀也变小了 元一看着说道 出乎意料的难感呀 哥哥属属性突然发作 好可爱呀 可爱的爆炸 而黑死木正在 为衣服太大了 收不进去 而感到发愁呢 两兄弟真是太可爱了 就这样 黑死木有了自己的小箱子 没事的时候 就在里面睡觉 首先元一突然喊他 哥哥 黑死木疑惑的 打开箱门出来了 问道 发现了什么吗 元一 元一一直在寻找 如何把哥哥 变回人类的方法 结果都失败了 只要说能把哥哥 变回人类的方法 果然还是只有五层 才有可能知道呢 从箱子里出来的 黑死木慢慢的变大 说 原来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两兄弟 就去找他 直接问他本人不就行了 元一说道 你说的对 哥哥 但是你们两个的表情 这是想去问问题的表情吗 太恐怖了吧 随着正相的鬼无数无散 突然哇哇大叫的惊醒过来 这是哪来的一股恶寒呀 吓死本王了 这里的鬼无数无散表示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双胞胎 谁都无法分离我俩 对吧 哥哥 而黑死木去咬牙气 车子说道 我可是一直很想宰了你的元一 元一惊恐的看着哥哥 黑死木说 开玩笑的呀 这时元一不淡定了 看得哥哥并没有直视自己 抓着他的衣领说 哥哥请看着我的眼睛说 为什么不看着我呢 哥哥 哥哥明明有那么多眼睛 黑死木歪着头看着 一边回道 少啰嗦 都说是开玩笑的了 但怎么看也不像是开玩笑的呀 笑无泪 这个房东睡鬼术呢 跟两个兄弟去 自己先吵了起来 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嘛 就这样 这书三篇结束了 哎 可怜的元一啊 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做 哥哥虐我千百遍 我带哥哥如初恋呢 实惨 好啦 今天的同人小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鬼灭之人同人小故事 爱你们 どんなに打ちのめされても 守る者である 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